而在江西崇仁县 味道调查员也发现了一道 堪称豪横的烧烤美食 也要用到大块食材 同样令人大快朵疑 欲罢不能 这究竟会是什么呢 我叫杨宝中 我养牛是从13年开始 14年的时候我就周边市场 包括内蒙到处去做雪 发现里面的门道好深 这个牛是用眼睛看的 发了将近三年的时间 我就把里面的门道学得就差不多 该一头牛多大 养之前我就算得到 我刚才看了一下 你看您那边那么多牛 这都是什么品种 这些是当地的土房牛 这个就是改良之后的 第一代土杂牛 像这个品种就改良得比较好一点 就到了第二代第三代来了 这个牛的肋子就稍微好一点 长大了之后吃鹿就好一点 崇仁县的杨大哥不仅是养牛的行家 他还有一道拿手美食 碳烤牛骨架 杨大哥 我听说您不仅这个养牛养得好 您做牛肉的这个技术也是一绝 是吗 还好 那我今天有没有这个口服 可以吃到您做的这个牛肉美食 别着急 我带你去找那个很重要的原材料 杨大哥说 要想将碳烤牛骨架做出独特的口味 需要去寻找本地一种鲜嫩清香的山野食材 咱们要找那个在哪儿啊 就是这种 这个就是啊 我们这里叫清明草 去拿水泡一下 再揉碎 加入当地的米粉 可以做那个清明果吃 那咱们挑这个清明草有什么要求吗 像这个底下的就比较老了 就我们要挑就上面这一节 这个就比较食用 清香味就更甜 蜀蛆草 也被当地人叫做清明草 不仅具有食补的营养功效 更能令人齿颊生香 满口鲜爽 然而鲜嫩清香的蜀蛆草 搭配霸气豪横的牛骨架 将会成就怎样非同寻常的山野滋味呢 杨大哥 我觉得这个是我见过的最壮观的食材了 咱们这是一整个的牛骨架吧 百分之九十 这上面牛肉真的还非常的结实 你看它这个纹理 长发纹的牛肉是最好的 这我们所说的大理事发纹的牛肉 这是最新鲜的牛肉 你摸过去就觉得是没有那种水的感觉 它就是有一点油的感觉 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特别油 这么豪横的这个牛骨架 咱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食材好的 我们先把那个颈折块先处理掉 这个真的叫大刀阔斧 说时迟那时快 只见杨大哥刀起刀落 如刨丁解牛般气势磅礴 它就下来了 翻过来一下 慢一点 整副牛骨架很快就被杨大哥 利落地砍成两半 对 好沉啊 这有多少斤 这得有四五十斤吧 四十多斤 那一会咱们是要把它片成一块一块的 这个我们今天整体烤 用刀剔除牛骨架上多余的油脂和筋膜 能够保证后续口感香而不腻 这半扇差不多了 那刚才那半扇呢 我们也要 那半扇也要处理一下 剩下来这道菜怎么弄啊 就按你刚才说的 先一根一根把它分开来 顺着骨骼边缘 将另半幅牛骨架分解成硅整的长条状 接下来我们就要揭晓蜀蛆草的妙用了 咱们现在就开始进入到这个腌制的环节了 咱们先怎么做 拿这个清明草放在这里捣碎 要捣成什么样啊 要捣成泥酱 来 我来给你们加一点 刚采回来的蜀蛆草趁着新鲜充分捣碎 能够最大程度地释放它独有的清香 来 我来帮您吧 而且你可以看到 这个石墨里边它已经被这个汁水给渗透到 证明它这个水分还是比较充足的 它的清香味就出来了 它是一种很特殊的那种香气 有这种花香 有这种草香 倒得越久越香 暑去草莲汁带泥 加葱姜 食盐 洋葱 辣椒粉 混合成特制酱料 咱们现在这个酱料是已经拌好了 对对对 一会儿要刷上去吗 现在马上就刷上去 给半副牛骨架刷酱料 需要耐心更需要细心 每一处缝隙都不能放过 再均匀撒上五香粉 让味道更加丰富 我们现在算是上酱料上好了 对对对 但是怎么给它烤呢 我现在还是很好奇 我现在来教你 你这个工具有点特别 这是什么 这是钢材吧 对 无缝杆杆 咱们一会儿要把它抬到这个钢上面 抬到上面之后 把它固定住 固定住之后 再放到烤宝上去烤 放到这个中间 翻过来放是吧 对对对 现在要怎么做 给它抬过去吗 上铁丝去绑 还要固定 咱俩现在就是工友了 用铁丝在牛骨架两侧 穿插固定 我试试这个 从这里边给它穿进去 最软的地方穿进去 穿不进去啊 这个铁丝是软的 你穿到了骨头上 我得找对地方 对对对 这个也有点技术还没有 要向牛骨架捆得牢 烤得好 技术和体力都不能少 哇 好沉啊 对慢一点 我根本就扛不动 咱俩现在像抬这个花轿一样 抬去烤 我觉得真的是热浪滚滚 这放了多少碳火 十五六斤吧 都能用完吗 还要加 碳烤牛骨架 火候掌控尤为关键 火力太猛则容易烤糊 太弱则耗时难熟 若想恰到好处 全凭多年经验 经过时间的酱烤牛骨架 已经外焦里嫩 让人垂涎欲滴 好香啊 外焦里嫩 调那个酱汁也是灵魂所在 它都浸到了这个肉里面 天然好食材 无需过多料理 人间烟火 便是幸福喜乐